我们进到三车页任务室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Notion里面是可以有外挂程式的 那当然你行动装饰上也有所谓的App 也就是说我们讲过Notion是跨平台的 对不对 你行动装饰上可以看 也可以把你有兴趣的部分加进来 那这个呢 我就要麻烦大家你先帮我依照你自己浏览器 是哪一种 可能你是Chrome的 可能你是Firebox 可能是其他的 如果你是微软的Edge 基本上就是可以共用Chrome的扩充工具 因为两个就是一样的东西 好不好 那有两种 一种是官方它自己提供的 以浏览器扩充工具来讲 它有分两种 一个是它官方的 一个是别人帮它写的 那这两种呢 各有优缺 我是比较喜欢第三个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用它官方的 先试看看 知道官方的怎么用 你再来用这个别人帮它写的 你来感受一下到底别人写的有没有比较好 还是你觉得我用官方的就好 这样OK吗 所以麻烦大家你先帮我看这个官方的部分 你是哪一个 应该现在很早用Firebox对不对 只有我在用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Firebox Firebox比较好用 也不能说完全比较好用 管理上我觉得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所以来我们一样 我们请大家帮我新增一个页面 好吧 我们任务3就不用了 我们就直接跳到任务4啦 再增加进来 标题 好图自己选 看你要哪一个 因为我还蛮喜欢他这一个的 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分享的 Share的 没有 没有什么分享的 好吧 就用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帮他一样 帮他加一个 适合的封面 Share 应该这个就很多了 好 进来了 把它移动一下 这样好了 好 空白的页面 好 那一样的 我就把这几个 先 好吧 给他一个 基本的介绍 把它扣过去 这是基本的介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样子好的 我先点到旁边 再把这个页面往上拉 拉拉拉拉 好 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严格来讲算四个 好 这样我就有这个页面可以用的 OK 来 那 请问 你的扩充工具 有没有已经装好了 以我刚刚那边来讲 我是用Chrome的 我就拿这个 Chrome的网址 拿到这边 然后把它贴进去 加到Chrome 新增 那因为这个是官方的 所以其实 安全性上当然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你完成了之后 我蛮建议大家 你可以把那一颗拿出来 好 就是在右上角这里 你可以点一下 图钉 这样他就会钉选在外面了 就不会自动缩起来 OK 你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你每次都要点这个 才会找到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咯 请问 你的 外挂绳士 已经装好的 麻烦帮我按个加7 第7个的 来 一样我把网址也贴给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装的 你可以装起来 待会呢 我们还会用到他那个 就是 官方手机的APP 手机APP部分就没有外挂 就只能用他自己的 好 看起来大家都装好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任务一 是不是整理那些网站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 哎 你看哦 这个网站我觉得 嗯 我想要把它记录起来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麻烦 好 你看只要 你打开了这个页面 我们就来这里 可以 Notion的这个icon把它打下去 有没有 自动抓到网页的标题 再来 他问你 哎那你要存到 哪一个页面去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找找看啊 看看这里面 有没有你的 哎 为什么没有我的页面 返回 我看一下 我登录了 在这里 储存页面 连结 哦 因为我还没有连结到我的资料库 看一下 哎 工作区 哦 我看一下哦 我有 哦 我是放到这个工作区哦 难怪没看到 好 所以你有不同工作区要注意一下哦 哎 因为我的工作区不是那一个哦 难怪没看到我自己的 有 上次就看到了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个任务室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就加到我的任务室里面 然后标题你可以自己改 按下储存 这样就好了 哎 真的吗 在这里 你看 有没有加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我可以 先透过官方的来 这边我注记一下 好的 这个我们是透过官方的 来我先加一个 大标题 呃 呃 第一个 用官方 浏览器 扩充工具 加入 网页 看影片 看影片 好 那我这样就进来了 你看 他变成一个独立的页面 那你就可以打开 有没有就看到了 对不对 内容就进来了 所以 其实你即使没有打开 Notion 也没关系 不过当然他排版不会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 这个 跟网页上那个CSS 有相关 但是 基本上的这些 文字内容都会进来 好 当然如果你觉得 像这个 不必要进到这里面的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 你可以进来这边再做整理 这要是比较OK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 因为他现在变成我这个任务4 这个页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这里 我把任务4打开 有没有注意到下面就一个页面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你看我们透过这个分页的时候啊 你用这样整理 其实 还蛮方便的 好 不管你是 像这个网页的内容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影片 有没有 假设这个影片我要 我就拿到这边 一样的 贴进去 好 再把它 因为这个软体的话 其实 来这里 把它储存 好 你就自己选择 看你是哪一个工作区 好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料库 所以 选择好了 储存过去 确认一下 上面这里可以回到上面哦 就回到上一页 有过来吗 没有 我选错了吗 这里 没有更新 好 再一次 从这边 确认 哦 这里 这个工作区 存到这边 好 储存 有 进来了 对不对 点开 有没有就自动帮你卡入 网址也帮你准备好的 虽然没有摘要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是不是在 针对 你 要 学习这个影片的内容 好 你就可以来这边做整理 这样各位 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 那这种方式是用 官方的 好 这个 方式直接 加进来 所以 你的 资料 变成我在搜集的时候 有没有 变比较简单 也不用什么复制网址 然后再截图 然后再 贴进去 都不用 就透过外挂 就解决了 这是他一个蛮方便的地方 好 来 我们让大家先试看看哦 好不好 所以看到什么就可以抓 这是很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看哦 刚刚 你在电脑上会用的 那么你的 行动装置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一样的 手机上当然要把 notion官方的app 把人家装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就没有超连结 因为就看 你的是安占 你的是安卓 还是那个 我看一下我这里应该没有放 对 所以 看你 麻烦你帮我把它安装起来 你如果是google play的 可以找一下 play.google 好 那各位呢 你手机 那个app装起来之后 除了 你可以直接 打开就是notion的 这些资料以外 那比较重要的是 你看哦 如果我在 看 这个内容的时候 手机上 其实说真的 现在大家用手机的机会高很多嘛 所以你看 来啦 最台AI机器人 好 还有一个什么 梅西星系 好啦 不管哪一个 假设我就点进去 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 有兴趣 手机上 你应该知道 更不好 怎么样 去开这些内容嘛 对不对 去复制啊 都相对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说呢 我就直接透过 上面的分享 在这里 是不是有个叫分享 跟我们刚刚那个 一样 因为手机上的分享 你点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去指定 我要用什么工具去分享 你因为有安装的notion 所以他官方的这个app 就会在里面 你就可以从这边 有没有跟我们刚刚 在网页上用很像 那你确认一下 一样哦 工作区是哪一个 对不对 然后我的是这一个 啊糟糕 因为我现在 我的那个不一样 看一下这里 因为我现在的账号是跟现在这个不同的 工作区是这一个 然后这里 好吧 好吧 我就先找一个好的 生活日 可以test 好了 然后放到这个页面好了 我把它丢过去 OK 那我回到我这一个 notion账号里面 我给各位看一下 test 好在这边 有没有 刚刚的有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这个内容就在这边 所以你看你用行动装置收集 是不是也是很方便 那你点进来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好像跟我们刚刚用好像哪里不一样 有没有注意到内容没进来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啊 我们刚刚其实有个东西并没有做哦 来 应该说没有选啊 我们刚刚是直接从这边 分享 没有管他3721只有选那个 哪个工作区哪个页面对不对 但是啊 其实这里哦 事实上 呃 他会有一个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页面 所以好像没有那个选项 因为如果是资料铺 他会多一个选项 我看一下这里 追踪模板 哎好像都没有 哎我记得有 因为如果切成我自己平常在用的那个资料库就会有 我先换一下 来这里换一下 变成我平常的工作区 好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资料库的 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介绍 这里有一个属性可以选 如果我照预设值 Property 他会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一样 但是如果我选择UIL 只要这个网页是可以被截取的 那他就会把内容就抓过去 所以我这里也加一个 但是好吧 网路知识库 我先丢过去 好哎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通知 这个就是早上我没有提到 我顺便提一下 你如果 想要看到这个通知的话 或者不想要看到 到哪里设定 到NOTION的那个账号那边 有一个通知 还记得吗 在这里 有一个叫做My Notification Cation 就是这里 Mobile的Push Notification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收到通知 这里可以关掉 因为他只要共享出去 他就会通知你 那当然这样也有好处啦 我就可以直接打开 所以我在这边 你看我在手机上我就直接打开 哎 哎不见了 看一下下面 应该会在这里看到才对 哦有有有 这里有 有没有 他就分享过去了 我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把我的NOTION 直接打开 我先看一下 哎呦 来 在这里 你看这样 有没有进来了 可是 他并没有把内容抓进来哦 对不对 这只有网址而已 那如果说 如果 我刚刚这一个 好来 我再找一下原本那一页 我找一下原本那一页 好回到这里来 如果我给他分享的时候 不一样的网址 哎应该说不一样的属性啊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NOTION 更 强大的那个资料库 我换成这一个 好 我再分享 好又跳出来了 我就直接按比较快 好上面看起来一样 可是下面 我们看看有没有抓进来 这个网站 糟糕 这个网站是不能够抓的 好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那个网站不允许 他的内容直接被抓进去的 你这边就没有 就比较没办法 刚好 刚好遇到的 哈哈哈 没办法 那没关系啦 好 但是你知道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 他跟我们在电脑上 原则上是一样的 只是差在说 如果我有用资料库的时候 会多一个选项 不然标准的话 都是像这样 你如果没有用资料库 他就是用一个页面 帮你去整理这个内容 好 这是官方的 我们 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这样有没有问题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是 别人帮他打造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有没有不同 好吧